苏丹战争又被称为马哈迪圣战 是苏丹对英国帝国发动的一场持续的抵抗战争 发生在1881年至1898年之间 涉及苏丹哈尔特姆王国的领袖马哈迪 以及英国和埃及之间的一系列冲突 苏丹战争尤其是马哈迪圣战运动 对后事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不仅影响了苏丹国内的政治社会和文化 也在整个地区和国际上留下了深远的烙印 这场战争是伊斯兰教教士和领袖穆罕默德马哈迪 所领导的宗教和民族主义运动的一部分 苏丹哈尔特姆王国是一个拥有广阔土地的国家 位于今天的苏丹北部 19世纪末埃及总督穆罕默德 阿里帕夏试图在苏丹建立更大的控制权 但这引发了当地民众的不满 马哈迪是一个宗教教士 他反对外来势力和官僚腐败 呼吁恢复伊斯兰的纯净 马哈迪提出了一个极具宗教色彩的宏大愿景 他呼吁恢复伊斯兰教的正统 消除官僚腐败 以及抵制外来势力的影响 他的号召深深触动了当地的人们 特别是那些深受英国和埃及统治影响的人 他开始在苏丹地区积极宣传 马哈迪的支持者发动了一系列的战斗 他们使用游击战术对抗英军和埃及军队 马哈迪自己也在这些战斗中亲自参与 并在1881年号召民众起义反抗埃及和英国的统治 英国认识到马哈迪的运动 可能会威胁到他们在埃及和苏丹的利益 因此决定出手干预 他们派遣军队援助埃及 试图镇压马哈迪的运动 于是就在1883年发生了一场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 马哈迪的军队获得了胜利 加强了他们的士气 马哈迪所倡导的宗教和民族主义的理念 在苏丹人的心中深深扎根 这场战争让苏丹人认识到他们的团结和抵抗精神 马哈迪的思想在后来的岁月里 仍然影响着苏丹社会和文化 苏丹战争不仅仅是一个战争 更是一段苏丹人对于自己土地信仰和尊严的捍卫 马哈迪的圣战虽然结束 但他的精神将永远铭刻在苏丹的历史中 成为一个永恒的象征 接下来咱们再说下第二次苏丹战争 第二次苏丹战争也称为马哈迪运动的继续 发生在1896年至1899年之间 当时英国对苏丹的统治意图没有减弱 他们试图加强在苏丹的影响力 阻止马哈迪运动的再次崛起 然而阿布杜拉·马哈迪坚定地反抗英国的统治 重新点燃了抵抗的火焰 于是阿布杜拉·马哈迪在1896年 发动了一系列的袭击和战斗 试图摆脱英国的控制 他的追随者采取了游击战术 成功地在一些战斗中击败了英军 英国意识到阿布杜拉·马哈迪运动的威胁 于是就采取了军事行动来镇压运动 英军发动了一系列的进攻 试图消灭马哈迪运动的力量 尽管第二次苏丹战争中 马哈迪运动最终被镇压 但阿布杜拉·马哈迪的坚定和抵抗精神 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他的运动为苏丹人民树立了 反抗外来势力的榜样 也成为苏丹历史和文化的一部分 这场战争也造成了民族主义觉醒 苏丹战争中的马哈迪运动激发了苏丹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意识 通过抵抗外来势力 马哈迪运动唤醒了人们对本土文化信仰和传统的尊重 推动了民族主义的兴起 苏丹战争是一个充满信仰和抵抗的篇章 塑造了苏丹人民的意志和尊严 它不仅在苏丹历史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也为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抗争精神注入了动力 苏丹战争的影响不仅仅局限在苏丹本土 它对整个地区的民族主义和抵抗运动产生了影响 激励了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于独立和尊严的追求 苏丹战争引发了对殖民主义和人权问题的讨论 战争中的事件促使国际社会更加关注被压迫群体的权利和尊严 综合来看 苏丹战争影响了政治、宗教、文化、国际关系等多个领域 为后来的一代人树立了抵抗外来势力 追求独立和尊严的模范